注意了 有银行卡和身份证的朋友们 千万要小心再小心 不管你现在有多忙 即使正在上厕所 你也要看完这条视频 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提前的点赞 我告诉你 现在的骗子技术升级了 我有一个朋友出去买菜 等他到家就收到了一条银行发来的信息 说他银行卡里的钱全被刷走了 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血汗 钱就这么没了 你说他能不着急吗 可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钱会无缘无故的就没了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 大家都坐过地铁或者公交吧 我们上车的时候 把手机和公交卡贴在刷卡机上面 就这样低的一下 车费就扣走了 所以现在坏人就利用类似的技术 直接隔着我们的钱包和口袋 刷走了银行卡和身份证的信息 你说可怕不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办法当然有啊 所以我就在网上查了一周的时间 终于找到了一些好办法 为了找到这个办法 我也是费了好几天的功夫呀 今天毫不犹豫的想来告诉大家 记得提前收藏这个视频 以后一定用得上 首先第一个 赶快去银行把闪付功能关掉 闪付功能是在一些小额支付的时候 不需要输入密码 就能快速支付的 但是说实话哈 这个功能绝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根本用不上 留着它反而给犯罪分子的课程之机 但是仅仅关闭这个功能就能万事大吉了吗 不是 还有第二步 你把装着身份证银行卡的钱包换掉 换成特制的叫防盗刷卡包 这个卡包的材质经过特殊的定制可以屏蔽信号 与外界完全隔离 就没有办法进行信息的传输 这样的话 不管坏人的技术有多高明 都别想刷走咱们的银行卡 还有身份证的信息了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 那这种防盗刷卡包从哪里买呢 没关系啊 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买 或者担心买错了 我给大家找到了 你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小黄车 就可以带回家防患与未然 让我们出门更加的安心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大家早知道早准备